大家都知道1992年是周星池年,那一年新夜创造的机器至今没有人打破,年度票房榜前五名全都是他的作品,而且还获得了亚洲影响最佳男主角。 不过1992年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的荣誉,他就是吴梦达,作为香港电影最贵的黄金配角,1992年他演了19部电影,一起看看吧,首先看一下达叔和新年合作的五部电影。 神死官是当年的票房冠军,后来的九品芝麻官,和其露术差不多,对官场进行了极大的本次,达叔这里出演现官和辱大,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屁,然后是陆鼎记,新野的韦小宝最被金庸老爷自认可。 其实达叔的海大富,也达到登峰造计的地步,塑造了一个血感的海公公,之后是武装苏启亚的苏灿之父,这是达叔最喜欢的两个角色之一。 另一个是天若有情的太宝,每每看到苏灿和他父亲被强迫之狗时,那一段就感动不已,虽然被人欺负,不过他们却能苦中作乐。 再来到陶学威龙二,达叔直接晋升成为众男组之虎曹达华,虽然最后开挂了一把,不过还是一个装夷王,考出卖男子膝盖上位,受到也得贤的青睐。 第五部是群星会,本片由TVB出品,是一部电视电影,集结了许多大咖,将许多经典TVB剧集串联在一起。 星际和达叔的片段来自电视剧《盖世豪霞》,创着强大阵容也值得一看,下面再来看看达叔和四大监王的合作。 先来说张学友的三部,第一个是真的爱你,其实就是一个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。 张学友和张曼月是主线,达叔和吴君如是副线,有时候打一下助攻,剧情虽然没有多大新意,不过中在看演员,真的爱你中张学友和达叔是干爹干儿子,到了非苦精英之人间友情,成了真正的父子。 不过这对父子感情不好,之间存在误会,而且本片结局也比较悲情,也像我们说明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 之后是,明月照尖东,达叔戏份不多,张学友作为配角,应声声强了主角黎明的风头,将太子这个汉被诠释的淋漓尽致,因为太出彩的原因,后面又单独拍了一部。 太子传说,再来看吴梦达和刘德华合作的两部影片,龙神太子,又名吉伯小子之真假威龙,就是刘德华因查阳错之下当了黑社会大佬,然后吴梦达和郭富城负责保护他,他这个黑社会大佬不想着发展恋物,却只想着和警察合作以及炮牛。 然后是,秒接十二上,个人觉得本片最大的看点,还是开头那一小段,各种牛逼的人物,陈志超,四大探长,四大家族都出现了,达叔作为小混混也是凑巧。 刚好小孩子到他那里不哭了,假如不是连赵公署,不是许多人都逃跑,估计十二上是没有人敢惹的。 接下来看吴梦达和郭富城合作的两部,陶雪英雄传,经名字就知道是陶雪威龙跟风之作,达叔干的还是老本行。 不过这次接收的窝底是张坚挺,而且他是去当老师的,前面天王中达叔和郭富城是一对警察搭档,一个年轻有活力,一个有点小懦弱,也算是互补吧,总比两个桥似的好,那样不知道听谁的。 夏图是达叔和温赵伦,之后和黎明合作,火头复兴,这是一部颇有生活信息的影片,阵容也不小,包含爱情,动作,美食等元素。 在里面可以找到不少电影的影子,诸如许贯男的鸡同鸭讲,紧接着是吴梦达和建达华的两部影片,车闪中两人饰演一对父子。 其实达叔和任达华,曾是无限议员训练班的同学,达叔比任达华大两岁而已,车神,顾名思义,就是一部赛车题材的影片,黄飞红小传,就是一部无理和黄飞红,改变了以往的宗师范,达叔在里面出演《牙擦苏》,任达华是他的好伙伴梁宽,看着部电影《千万不要认真》,只要笑一下就好了。 然后是达叔和张敏的两次合作,《桃雪外传》依然是一部跟风之作,达叔这次化身老师,对学生严厉,还喜欢张敏。 当然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张未见他们作弊那段,还有一部《微女正传》,其中《微女》在粤语中指的是小泰梅,张敏化身小泰梅,还是比较有看点的,而且达叔在本篇也是比较猥琐。 接下来是《女校风云》这邪校入侵,导演孙仲之前是少士旗下的,可之前的作品相比有点差距,也就看看周慧敏,达叔,黄秋生和刘青云了。 当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,毕竟可以让我们认清一些邪教,最后一部《独宝龙虎斗》,知道的人不多,目前豆瓣还没有平分,达叔在里面竟然没有胡子,冲着这个也值得一看。 而且梁家人还有激情戏份哦,达叔的演技无可敲剃,每一个角色都能把握得极为精准。 作为香港电影最贵的黄金配角名副其实,不过更多与女席带的是她可以革心眼再次合作。 话说你们最喜欢两人的哪部电影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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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ون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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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.